独立宣言书日期,1919年3月1日,下午20地点,首尔特别市中路区,人寺动态和管。 现在我们宣告朝鲜的独立和朝鲜人的自主权,像全球宣告这个事实,来明确表示全人类的平等,子孙万代将永远享受民族自尊的应有权利。 我们的独立宣告,是根据具有权威的半万年历史,和两千万民众的中心,广泛宣告我们的独立,为巩固民族的自由发展而主张独立。 如今,全人类以纯粹的心情,愿意共同改造世界,我们也将遵从这些大志,并共同提倡独立。 这不仅是天意,时代的大潮流,也是全人类为争取共同生存权利的主张及活动,因此这世界上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独立。 我们被旧时代的遗物,侵略主义与强权主义,抢走了国家,结果五千年历史以来,第一次被其他民族压迫了自由,今天,这些痛苦的历史,已经过去了十年。 我们在被抢走了生存权的这些年,不仅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伤害,而且民族的权威与名誉上也损害严重,还失去了很多那些,以我们的知识,才能,创意为基础,为人类文化的大发展,做贡献和帮助的机会。 的确,如果想陈述长期积累的冤屈,如果想摆脱目前面临的痛苦,如果想消除对临近未来的恐惧,如果想重新恢复并扩大,已经被压迫,缩小,无力懦弱的民族良心与国家的威信,道义。 如果想适当发展个人各自的人格,如果想避免将羞耻的遗产,留给可怜子孙的情况,如果想使我们后代万古,享受完整的幸福,最为紧急的任务,就是完成民族的独立。 在今天,2000万人心怀利刃,由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时代的良心,组成正义的军队,人伦与道德极为武器将保护我们,对我们而言,如果我们自己下定决心争取前进,将无往而不利,谋定而厚动,制止而有德。 签订江华岛条约以来,日本随之违背了两国间原有的约定,但是我们不会谴责日本没有信义。 日本的学者在讲坛上,政治家在实际生活中,均将我们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立足之地,当作殖民地,将我们的文化民族,看作野蛮的存在,由此只享受其征服者的乐趣。 尽管日本忽视了我们历史悠久,远远流长的社会结构,也无视我们民族的思想意志,但是我们不会谴责日本的错误。 我们应急迫谴责自己,鼓励自己,所以没有时间去抱怨他人。 我们应急迫处理好现在,所以也没有时间去计较过往的错误。 今天我们该做的不是诽谤他人,而是树立我们自己。 也绝不是因为陈旧的怨恨,与一时的感情记恨,排斥别人,而是按照严肃的良心使命要求开拓民族的新命运。 我们的目的在于,修改并纠正那些拘谨于旧思想、旧势力,依旧想要立功名的日本,为政者们打造出如今不自然,不合理的错误现实。 由此回归到自然、合理、正确的世界,而这个世界不是以强凌弱、以小欺大。 两国合并的结果,本不是我们民族的意愿,毫无根本对策的压制和差别,引发的不平等,对社会发展的虚伪统计数据,使两个民族之间的理解互相分歧,回顾至今,不可化解的鸿沟日益加深。 虚明版、勇敢、大胆地纠正过去的错误,以真挚的理解和人道主义为基础,开辟和睦相处的新时代,这才是避祸屈服的正确捷径。 还有,对着充满愉愤,仇恨的二千万朝鲜人进行武力压制,并不是保证东方永恒和平的办法,只会逐渐加深影响东方的安全与危机,即肆意中国人,对日本的恐惧,极度,由此一定会造成全东方共灭的悲剧。 之所以今天我们宣告朝鲜的独立,是为了使朝鲜人能够实现正当的繁荣,也为了使日本从企图摆脱的同时,深切地感到该守护东方安全的重大责任, 还有为了将中国从梦里也无法摆脱的不安与恐惧中进行解放,最后作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,实现东方和平,创造全人类的福祉,将是必要的阶段。 这怎么会是拙劣感情上的问题呢? 啊,全新的天地呈现在我们眼前,武力的时代皆已过去,道德的时代已经到来。 经过去世纪雕刻出来的人道精神,即将开始向人类历史投射新闻明的光耀,整个城市迎来了新春,并催促万物的复苏。 过去时代存在阴寒风与冻江的冰块,连呼吸也难过得不吉利气氛,而未来即将迎来温暖的风与阳光相通的紫气。 因此在天地万物复苏新生的此刻,上个世界变化的滔滔浪潮,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犹豫,顾忌的理由。 我们坚决维护我们自己当初拥有的自由权,由此充分地享受丰盛生活的乐趣,还想以发挥我们充足的创造力为基础,向春色弥漫的整个世界,展现朝鲜民族的优秀性。 因而我们愤然而起,良心与我们一起,这里伴随我们前进,不论男女老少人们均从阴沉的旧房中跑出,将与万物共同实现快乐的复活。 千万年传承下来的祖先灵魂在内保护着我们,全球的动向在外保护着我们,所以只要开始行动,就会取得成功。 但愿它向着前方光明持续前进。 公约三章第一,今天我们大举是为寻找正义、人道、生存、繁荣民族的要求,因此只发挥自由精神,而绝对不能走向排他感情。 第二,到最后一人,最后一刻,理直气正的去发表民族正确的想法。 第三,一切行动首先尊重秩序,我们的主张与态度,无论何时,何地都光明正大。 自朝鲜建国以来,第4252年的3月1日。